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这个博明已经抵达台湾了 国台办是刚发出的警告不到24小时 博明就去了 声称说什么要与中国大陆要打持有战 他去的目的现在已经曝光了 台媒说他还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美国前国安顾问博明已经抵达了台湾 而且就台湾问题大放居次 声称应该让中国大陆认识到台湾也能打持有战 台湾打持有战了,学于乌克兰 很多台湾没意识到你们正在布乌克兰的后臣 博明之所以能这么说 主要是想为他的新书做宣传 他的新书名为沸腾的护城河 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 听着名字就有意思 制造一种紧张感 这书主要就是要将台湾视作美国的护城河 像乌克兰一样 博明在新书发会上说 谈到他的著作部分内容 声称台湾未来的民主与繁荣 与世界未来民主与繁荣紧密相连 而且强调贺阻远比战争来得划算 因为军队不需要真正投入战场 只需要积累大量弹药 并训练人民如何使用 这就能够达到贺阻效果 这意思很简单 就是不用美军下场 你台军老百姓人人一把枪 大陆还是打不打 大陆打就把他杀光 2000多万人杀光 训练人民如何使用 注意他说的是给你大量弹药 训练人民如何使用 人民可不是台军 是人民如何使用 这个就能达到贺阻效果 博明的进一步提到说 贺阻其实是一种心理战略 主要是针对做出决策的人 说防止做出发动战争决策者 认为他可以透过战争达到其目的 这说的是习近平 咱们讲俄媒说习近平在去年三月份 见冯德莱恩的时候 见冯德莱恩的时候 公开就告诉 应该是去年三月份 23年三月份 冯德莱恩和这个马克龙 和这个舒尔茨访华 当时就告诉冯德莱恩 当面告诉冯德莱恩 应该是指的是二十年 那个佩洛西窜台 就说美国人想要挑起 中国对台湾动物 直接告诉冯德莱恩 结果习近平没上当 那这个就是美国策略 就是你打和不打 你看两头堵啊 你齐平打台湾 那就是提前动手 那我 是不是有一个策略套路 让你上钩 你不动手 我现在怎么呢 我现在就说你不敢打 然后呢 武装台湾人 让台湾人闹台独 逼着你打 就是你齐平不敢 这是两手策略啊 就不管怎么说 你中国都是上套的 两头堵 看到了吧 这个现在博明就干这事啊 对吧 他现在就是告诉台湾人 只要你们都有武器 几个人就不敢打 新民就不敢下决心 这不就是这套逻辑吗 这个台湾老百姓 可能真不知道啊 真打起来 人家不会在乎 你老百姓死活的 我不看死亡报告 上网报告的 这是林彪讲的 你为中国现在还看吗 我也不相信 他们会在乎你台湾死活的 所以这个技术上 我觉得你看 博明讲的话 其实看出美国人很阴险 就两头堵 就你中国大陆 你救台湾人也不是 是不救台湾人也不是 反正人家要的就是 你抹黑你 然后让你什么 让你提前动手 跟美国谈白 他也不是跟美国谈白 他是跟全世界谈白意思 就唯独你让你中国 搞不了经济建设 这个基础上呢 博明认为说什么呢 就是得搞 得搞这个全民战争 人民战争 是吧 给他发武器 让他使用 博明认为台湾充分 要准备 准备越充分 那么越不会面临战争 就是你全民皆兵 当年解放军对苏联 就是苏联 70年代的时候 解放军也是民兵 都是对你的枪法 挖地道战地雷战 也是一样的 博明同时 以俄乌冲突为例 他说地缘环境 真的非常重要 说台湾海峡 就入金城汤池 让台湾变得 一手难攻 要想占领台湾 需要花费 大量的人力与装备 而世界民主国家 应该站在一起 解决 俄乌战争中发现的 弹药短缺等问题 不要让中国大陆 认为台湾危险 仅存在于战争 一开始几周 只要打持有战 必能获胜 让中国大陆也知道 台湾也能打持有战 什么意思 就是大陆认为 我速战速决 几周就打完 不打持有战 因为你台湾打不起 持有战 我只要 即使打持有战 我也能赢 但如果是全民皆兵 让台湾满岛 全是武器装备 那么这个时候 只要是台湾 有这种持续打仗的决心 那么我们 就可以让台湾 打持有战 那打持有战 大陆就认为 打持有战 我赢不了 是不是不打了 这个逻辑 都认为打持有战 赢不了 你怎么知道 大陆打持有战 赢不了 大陆打持有战 不就给你美国打吗 背后的逻辑 不就给你美国打吗 你给台湾运武器 能打多少钱 美国人坚持一个月 能坚持吗 博明为了推销 他新书 已经是 我觉得已经是丧心病狂了 胡说八道了 台湾是个岛 他上哪儿打持有战 这个 无所不用其极了 甚至认为台湾岛 有打持有战能力 这是 睁眼说些话 我觉得是 但凡有点地缘 比如说有点地理知识 都知道 岛是没法打持有战的 你的天然气 你的电力 你够打几天 一周都晚 而且这些天然气船 是民船 他不可能去靠港的 大陆又傻逼 让你继续 把船弄卸了 那么早炸 码头早炸了 这就胡说八道 台湾老百姓还信 我觉得也就是台湾人能信 或许这就是 俄乌冲突给他一个错觉 俄乌冲突打了两年多 就是实际俄军拉垮 给了美国人 台湾人一个错觉 问题在于 俄乌冲突与台湾本质问题 就不一样 咱们说 台湾的中国内政 你外国干涉 本身就违反国际法 美国挺乌冲 确实能起到作用 但是中国去收复国家领土 这件事是从49年就开始 一直在酝酿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外国家插手干预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美国人在与中国建交时候明确表示了 这个时候你美国违约 美国违约代表什么 代表全世界都不会站在美国这边 这个博明没告诉你台湾人 真正开打的时候 美国人只能选择在边上 在边上看着 俄乌战争不一样 俄乌战争是一个主乡国家被侵略 但是看俄乌战争 这个严荡的结果 让人很多人会类比台湾 对吧 这是自然的 欧洲人很多人都在看 虽然类比 但是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误结论 好像台湾乌克兰很相似 保卫乌克兰也会保卫台湾 但乌克兰之所以能打两年多 一方面主要俄罗斯 拉垮 更主要原因是地理玩意 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土交接 大部分是平原 乌军有足够的纵深 比如保里区 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 跟当年简介事一样 另一方面 西方援助物资可以通过波兰 陆上通道可原因不断进入乌克兰 台湾就完全不一样了 台湾2300人挤在一个面积不大一个岛上 这个面积你可以算一下 连顿尼斯克面积都不大 都不如 就加上卢干斯克吧 就像顿尼斯克加卢干斯克这个面积 这么一个岛 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可言 除此之外 台湾孤全海外地理位置 离美国1万公里 你就看一下谁能救他 谁能救他 美国 一旦真爆发战争 太平洋比亚的美国 1万公里外 你所谓的民主国家隔着更远 2万多公里 也就是 很难去插手 它是个边缘地带 民主国家边缘地带 所以去支援乌克兰 可以很近 波兰就近了 支援台湾是很难的 武器装备运到岛上更不可能了 海空军全都没了 这时候你何况解放军联合演习 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地方谁说了算 我是封锁呀 这种情况下 博明声称台湾能够与大陆打支援战 台湾人信吗 我觉得大多数的台湾人 可能被洗脑他会信 但我觉得 信了就上当了 你就是一厢情愿了 除了给台岛台都势力传递错误信号 撑腰打气以外 没有其他作用 将军举行的联合利剑A演习之后 很多人已经看到台湾可能连两三天都成不到 最多四天 四天肯定是成不到 台湾你说断电一晚上让你上不了网 你台湾老百姓是不是得赶紧上街了 尤其是现在民进党现在买美国军火 这博明可能就是个前客 就让美军军火大量进入台湾 反正不管你未来打成什么样 打成猪脑子 狗脑子打猪脑子 也是让你两岸人打 我们就卖武器 赚钱这件事 这可能就是北美 这帮美洲人非常费 我觉得这个地赛是受到诅咒的 非常坏 他对欧亚大陆从来没有好心 大陆方面对此也早就说明了 国在万一明确说了 就停止对台出售武器 武装台湾 这话说得非常明确了 而且咱们官部长已经说了 瓮中之鳖 就是说你是个鳖 是瓮中的鳖 没地儿逃 给瓮中的鳖 瓮瓮装武器装备 一个武装小规 武装小王 再怎么武装你还是瓮中的鳖 最后补充一个细节 就是博明来 其实是配合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 在14号表决217票的199票结果通过了 2025版的国防授权法案 23年版本的法案一样 就是美国众议院再次搭车通过力挺台湾条款 包括继续武装台湾 和23年版本不同 25年定义了要拟定授权美军进行海上封锁条款 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不装了 就是通过立法来阻止解放军武装 统一台湾的军事行动 里边包括阻止解放军武统 整个行动看来就是从美国国会行动看 就是除了掏空意中政策以外 还是在开始咱们说有实际行动 阻止解放军武统 这个就是最新版本 实际就是有利于美国 大规模的对台军售了 所以接下来台湾岛真的变成一个武装小王 好吗